这么大 快快快快 快快快 你发什么疯了 之前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是特意来道歉的 诚意不够 我这还有 你现在立刻 给我滚 你是不是故意的 非要今天离婚 就是为了阻止我跟石太的合作吧 你想多了 我只想尽快离 你离个婚怎么这么难 都签字了还领不了离婚证 字都签了 无非就是等个三十天 三十天之后你要是反悔 我还是离不了婚 我怕到时候不肯离的人是你啊 呸 呸 为了那个女儿和我离婚吗 打开 啥人 离远点 道歉 道你个头 道歉 道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她不是故意的 你们放过她吧 你快道歉吧 对不起 这位小姐我道歉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刚离婚 她心情不好 你们原谅她吧 没事没事 您不是今天刚领结婚证吧 你们看起来真般配 没有我们俩今天刚 对啊 祝你们白头到老 一直恩爱 谢谢 哎 不是 你为什么不跟她解释清楚啊 给她未来的感情 多一些希望吧 沐哥哥呢 去明正局了 明正局 明正局好哎 死了 爸爸 爸爸 你知道吗 沐哥哥和温兰离婚了 什么 温兰可是兰博士啊 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怎么能离婚呢 爸 我还是不是你女儿啊 你知道我喜欢沐哥哥的 怎么满脑子都是公司 哈哈哈哈 我的乖女儿啊 爸爸 总是要以大局为重嘛 哼 我不管 反正她妹子离婚了 我们就不要和金花 有任何瓜哥了 好好好 爸爸都听你的 爸爸真好 哎 爱你 祝你们白头到老 一纸恩爱 老板 干嘛 离了婚还这么开心 法律上 我们还没有结束这段婚姻关系 还在离婚冷静期 难怪呢 我说你一脸亲戚 哎 夫人知道你给她分了这么多财产 是不是特别开心 她压根就没看 直接就签字了 笑什么 到底要找我干嘛 哦 林董要暂停跟妮华的合作 什么 简直荒谬 这个决定是谁提出来的 这个决定肯定是不白提的 就算我们签了离婚协议 但在法律层面首 我们依然是夫妻关系 她这个阴险小人 签了协议就翻脸不认人 温蓝的研究成果 一旦灭世 浅浅将不可估量 我相信她一定可以 她肯定是不相信 我的实验能成功 她这是对我能力的质疑 如果你们董事 会要干涉我的计划 那这个总裁我不当也罢 哎 你哥哥 你要去哪儿 我跟你一起去 我 进去 沐总 坐坐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说吧 沐院长你好 我是代表穆斯 来向金华道歉的 之前关于撤资的事情 是我的判断失误 希望不要影响到 我们后续和蓝博士的合作 不必了 我们已经选择 和石泰集团合作了 你说什么 沐总 怎么你是年纪大了 连耳朵也不好使了吗 闺蓝姐 你就不能对沐哥哥 温柔一点吗 我们是真心来道歉 并且谈合作的 像慕斯集团这种 随时以撤资向要写的公司 我实在没看出什么真心 对于合作 我想我们金华也有权力 选择更有诚意的合作方 我和沐哥哥已经等门道歉了 怎么会没有诚意呢 您不要因为您和石泰集团 二少爷的关系匪浅 你就 你到底想怎样 是我没有关好公司 我向你道歉 但你真的要选择试探 温柔姐 无论如何 我希望你都能抛开 你和石泰的个人关系 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合作 第一 如果喜欢表演 就去当演员 这是实验室 不是你作秀的舞台 第二 我和石楚之间的关系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倒是你和我前夫之间 容易让人误会啊 最后 我们金华选择和谁合作 只看诚意 不看关系 今天的结果你们也知道了 如果没有赶在石泰和金华之中 做出更合适的方案 那我们这几年的付出跟努力 就全都白费了 我们可以把给金华的合作提成 上调一些 他们不差钱 那我们可以给他们引进一些 先进的设备 他们现在已经拥有全世界 最先进的仪器了 来了 你们还好意思管自己叫智囊团 老板 我他有个主意 你说 要想和金华合作 只要搞定一个人就行 搞定谁 就是 也就是蓝博士 对对对对 对你个头 他现在对我特别讨厌 老板 这你就不懂了吧 女人啊 都是口是心非的 表面上他越讨厌你 心里就越喜欢你 是啊 是啊 像我们老板这么完美的年轻才俊 怎么可能有女人不喜欢是不是 嗯 这说的也是啊 只要稍微主动那么一点点 那那个蓝博士 手套勤来 具体一点 物质上 先给一枚鸽子蛋钻戒 鸽子蛋钻戒 鸽子蛋钻戒 再送一堆总裁专属黑金卡 精神上 你装傻充愣 装傻充愣 蓝博士如果对你横眉冷对 你就哭 你就泪眼婆娑地哭 泪眼婆娑地哭 他对你拳打脚踢 那你就直接跪地求饶 但是 如果他让你滚 你可千万不能滚 好 你就转移话题 嗯 这些拳都不行 我们还有终极必杀机 什么必杀机 终下跪 我们金华对于遗传病研究项目 现在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对于和石泰集团的合作 我们会尽快达成协议的 金华和慕斯集团不再合作 是不是你们离婚的传闻属实了呢 这种私人问题 建议你去问慕总 我拒绝回答 既然蓝博士不肯回答 那么我来替他回答 我说明一下 我们并没有结束和金华的合作 相反 未来我会加大对金华的投资力度 另外 我和我爱人之前闹了些小矛盾 我是来赔礼道歉的 到底来干嘛 蓝博士如果对你横眉冷对 你就哭 物质上 先给一枚鸽子蛋尊敬 你发什么疯 之前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是特意来道歉的 诚意不够 我这儿还有 你现在立刻 给我滚 来 文蓝 你走慢点 你拽得我手好疼啊 你别再装了 你再恨我 只会觉得你被林彦附体的 真的 手好疼 木白 我现在 不讨厌你了 以前的事呢 我们也一笔勾销 我原谅你了 真的 真的 你不生气了 不生气了 我现在觉得 你是一个 好人 好人 关于我们和穆斯集团的合作 也会重新讨历的 但我只有一个条件 你讲 就是像刚刚发生的事情 以后不要再做了 好吗 好 老伴 不是 不好 你 这些事 不 不用 你给工钱的人做什么 不要跑 吃我了